仇珠代徒有一天有個農夫 他耕田說 如果我不用耕田有得吃就好咯 然後有兔子經過說 走得快好世界走得摩摩摩鼻谷 前天就撞了下棵樹 然後他發現睡得了 他就拿來吃 然後他說 他突然想到 如果他天天守著棵樹 天天都有兔子撞過來 他豈不是可以吃一晚餐飽 然後他第二天 他就很耐心地在棵樹等棵樹 然後他也有農夫 剛剛經過說 你這麼傻 你出醜了 你都不做事 你才傻 我如果以後都不用這間田這麼辛苦了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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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慢慢 就算好天壞天 他都一直等 等到 他已經變了一條牌骨 然後 他們才發現到 原來這陣子才有兔子來的 走得快好世界走得摩摩摩鼻谷 然後 撞了 六個骨頭 到 巴 他說 走咯 這兔子說 然後骨頭 全部倒了 這個故事是提醒我們 不要懶惰不做事 一定要用心做事 如果不做事就會變成一排骨 所以記得不要懶惰 要精神些做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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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